但结果你没有保护 有数字会说话 去年的2月到今年的3月底 中国今年的奢侈品消费的总额 您看107亿的美金 中国人在欧洲的奢侈品消费总额 将近500亿的美元 钱都给外人赚 这里还有个比率 一个在5.5% 一个在15% 当你看到这样的数字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想 其实只要是奢侈品 尤其是国外进口的奢侈品 你在境内卖或者在境外 都是一样的 因为你都是卖的外国后 那个钱都是外国人赚 只是占的数损是低的 不一样而已 是吧 那是在国内呢 可能是有一部分经验者 他可能挣到一部分钱 这经验者呢 可能也要提供部分税收 我觉得奢侈品的钢税太高 太高的直接的导致的后果 就是中国的大部分的富人 有机会出国的富人 全部去国外消费 国外的消费量是中国的四倍 我经常出国 我经常带很多团出去消费 很多有钱的人并不在国内买 而到国外去买 那么如其让人家去国外买 为什么不降低光税 把内息拉动起来呢 但是整体来说 我们现在说要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的概念是什么呢 那应当中的是国内的这些产品 中国国内的这些品牌 国内的中高章的这些商品 国内的还有的吉他的这个商品 如果说我们国内的有限的需求 都引导到去购买外国的那些奢侈品的话 那我们国内的市场会进一步的萎缩 那我们国家的很多的产品 那更加在国内消费出去 更加依赖出口 我来自商务部的国际商报 这个奢侈品降税是应该 因为这个中国的购买力的出逃问题 已经引起各界的重视 去年2010年 大概的这个数字 有关的数字披露是460亿美元 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 我想这个中国购买力出逃这个问题 应该通过降税拉回这个购买力 与其支撑外需 不如让它支撑内需 扩大消费 以开放的心态 来对待这个外国产品 在中国市场销售是应该的 其实我就是回应一下 刚才商务部的国际商报这位先生 讲的这个消费外扭的事情 就是我想 其实消费外扭不能简单的 把现在消费品在海外 购买的量超过4倍 简单的理解为是消费外扭 因为如果是想消费外扭的话 我相信即使你把关税下降到零 你要是统计未来的 它消费还是会外扭 原因很简单 因为现在世界越来越开放 中国现在到海外的旅游的人数 每年都是增长非常快的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讲 根据很多机构的研究 现在中国的收入分配 就是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当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你会发现奢侈品的消费 它在整体的消费里面 占的比重会越来越高 这是一个世界各国的一个规律 我想请问你 二位 你们有没有经常出国 经常去买奢侈品 我呢经常带团队出去 我本人也经常去购买 那么我想 我们价格因素 是我们决定出来购买的 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 5000亿就是铁的数字 对 只要往下降的话 海外的消费一定会回流回来 一定会回来 是非常确定的 一定会回来 在这里 我本来不想成为郭文美 但是我告诉你 我在八年前 我就是医院富翁了 我买的东西 我根本就不在乎 就是说我的什么品牌 什么理念的问题 那么最关键问题 现在是什么 要改变中国消费者的理念 提高我们民族自信心 现在在美国的小街里面 说什么呢 说你小孩 你必须要学会 为中国人服务 你才有未来 而我们中国人 老是自己看不起自己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 好 谢谢 欢迎回到应付简单现场 还有位嘉宾加入我们现场 在我左手边 那就是中国奢侈品协会的会长 蔡苏健 蔡会长 欢迎蔡会长 有的人说 这个奢品征税 如果说它减税的话 有人会觉得 这简直是在帮富人来减税 你认同这样的看法吗 我从这个奢侈品减税 或者征税的问题 我觉得你们现在围绕的一个主题 已经发生了错误 因为你们围绕了一个错误的宽扎在争论 奢侈品的定义 在一百年以前出现了 那时候的定义带有一点殖民主义的色彩 我们现在的定义应该是 奢侈品它是一种包含文化和精神内涵的产品 精神产品是我们现代人的必需品 而且我们普通的人 不管什么人选择奢侈品 首先选择的是一种精神依靠 苏健您是觉得当我们在讨论这个奢侈品的时候 不仅只是看它物质的那个层面 其实它部位后还有它文化的意涵跟精神在里头 因为奢侈品的高副价值主要的起见在它的精神价值 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这个消费环节呢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误区 就刚才网友先生也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一个自信的这么一个误区问题 你比如说说十九世纪 那我们说两个作家 一个是弗洛拜 一个是莫伯桑 我们看过项链 我们也知道巴法利夫人 现在又开始卖肾买iPad了 其实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 这个其实最重要是一个你的一个消费 一个驱导问题 就是你怎么去驱导一个消费 而且就是说奢侈品造成的后遗症非常严重 就是咱们现在老在说仇富仇富什么这些问题 仇富现在不是说光是穷人对穷人仇 但是富人对富人也仇啊 刚刚心情抛出了一话题 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时刻 这个时机当中 我们来做奢侈品的减税的话 会不会造成这回当中 会觉得是一种社会的这个税负的不公平 好像是在帮富人减税来 我就觉得降税的时候已经到了 中国那个这么有钱 有钱了这么多 你还你看看那个 假如说那个这个 上部的关系那个 这个财政收入多少他们还没干什么说 现在中国人为什么去买那个国外买那个名牌 国外的名牌 知道吧 就便宜嘛 那个已经那个国家允许你出国吗 你国家允许你那个那边去刷那个一链卡吗 是不是 那个这个还用正办法控制 就控制不别说 再好的那个如果这个三宽税这个这个是这个 你看看国外赚钱的吗 我首先想反对一下刚才那个郑银虎先生说的 他说那个我们有钱人越来越多 我觉得不是有钱人越来越多 只不过是我们的财富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是有钱人越来越有钱而已 第二然后我很赞成像老师说的 他说我们现在财富 我们现在国家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了 然后为什么那些有钱人他们钱很多的 他们不给国家财政多多点贡献呢 我觉得奢侈品尤其那些高端奢侈品就应该继续生税 然后让他们给为我们国家的财政做出自己英勇的贡献 他反对我的意见 我还补充一下 好 那个我们这个我这一代那个 中间的那个中国的领导是邓小平啊 邓小平同志说 白鸟黑鸟啊 有钱人先有钱人都是很正当的 明白吗 真的是不是 他怎么就 先负起来要刮财是很正当的 是不是 最近的胡总书记说了 我们要让老师人 我们不要回弃那个六十年代的 然后我们要让那些投机者不得利 这是最新的讲话 消灭富人是不利于穷人的 你把他消灭了富人不见 穷人不见得有钱了 第二个刚才大家说把税弄得高高的 让富人交税 那能收到几个税呢 我们一共就收了一万多的关税 而且这个奢侈品的东西不是 那个关税是所有的东西 除了奢侈品还有别的 现在你税那么高就那么几个富人 你能收到几个税 收不到几个税的 我想说一下这个美国的情况 我在美国生活过15年 99年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还在读书 但是非常喜欢跑车 所以我就从慕尼黑订了一辆跑车 BMW跑车 然后呢 后来我就发现 这个我除了交这个一般的消费税以后 发现我每年我还都要交一个奢侈品的一个税 记住是每年不是一次性的 每年都要交这个税 所以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 作为美国这么一个如此富裕 如此发达的一个国家 它对奢侈品的消费都是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么回到我们中国来看 中国的人均收入农民只有五千多块 这个城镇的只有一万多一些 那么一款普通的LV的包包 就需要一个农民两年不吃不喝 风餐露宿 他才能够挣出一个包包的钱 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 我们如果我们这个当政者 在制定一个国策的时候 如果不把自己的国情 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 而片面的要跟这个所谓的国际接轨 一是实际上它跟美国还没有接上轨 如果接轨的话 它不应该降这个奢侈品税 而且应该加 而且应该加更多 对不对 另外中国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收入 这个财富分配极度两极化 90%的财富 进入了0.5%的人群里面去 有些人可以花四千万人民币 去买一辆不该列的跑车 但这辆跑车在美国 实际上只有一千多万人民币 那么我想问大家的是 它这个四千万 如果涨成五千万六千万 它会不会还会买 它肯定还会买 它不在乎 我是支持那个奢侈品降税的 我只是想表明一个 普通消费者的态度 就是如果降的话 我会觉得公平一点 还有我每次去香港去购物 因为一年只有两个假期 我可能去两次 我会把我的飞机票 都要算在我的那个成本里 所以我必须买很多 我才能够 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降税的话 我肯定在国内买的更多 我就不用飞过去了 在香港住很贵的 我本身就是从事奢侈品行业的 那么我是想这么说 就是从征税的角度来讲 国家的税收 一个是按收益原则 还一个是按能力来收税 我既然买到了这种 比较稀缺的奢侈品产品 那么我就受益了 我可以去交这个税 另外我也有能力交这个税 而且这是我和一些这个终端的 真正去买奢侈品的这些行业的人 去这些客户去说的 人家是不怕 不怕花这钱 我就是有钱 我就在这 我就显示了 我跟别人不同的一个地位 如果你们都买得起 那我干嘛去 我只能上航天飞机 我去月球转一圈 我就是比你们这些媒体的人强 好 谢谢 来 我们来之前 我们公司开了一个小会 首先呢 我代表幼稚网 我们坚决支持江水 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我们是经营这个东西的 然后我们还支持江水 很简单 因为奢侈品 其实是人人拥有 想拥有的东西 我就不相信 在座的各位 有人说我坚决不想拥有 那你为什么 能够喝30块钱的水 你不去喝1块钱的水呢 其实一样 奢侈品一定是人人都想拥有的东西 奢侈品代表的是一种优质生活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国家 不能在有能力的情况下 让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 能够拥有更多的优质生活呢 我觉得最主要是改变这个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我觉得首先大家都觉得奢侈品是国外的 我觉得我们中国也有奢侈品 比如说茅台酒 那我们要 大家每天都在这说LV 说古旗 说什么奔资宝马 都免费的帮他们做广告 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觉得你关税的话 不管是 这个税收不管是 降还是 都对这个 对这个 抑制人们购买 或者说刺激人们购买 这个奢侈品都没作用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觉得外国的月亮圆 都比较从央没外 好 谢谢